好,那很高興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應該說兩到三個平台 好看我們的時間 但是呢 歐寒雲端教室跟OneNote是我們一定會介紹到的 因為其實我想老師你應該有 很深的體驗現在教學現場 真的不一樣了對不對 改變很多 因為疫情的影響大家 這些載具啊工具越來越多可以用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都是雲端的服務 所以您不需要安裝 所謂的什麼應用程式也不用下載軟體 通通都不用只要會開瀏覽器就可以用了 那我們學校本身呢 已經有 買這一個 服務平台 事實上呢 這個平台 這兩個 這兩個 他們本身就可以免費使用 只是呢有整合到 學校的校務系統 會 讓老師更方便 因為學生就直接在裡面了 你就不用再去找學生進來 所以這是 最主要的地方 那 我的部分呢 老師您可以看到在我們簡報的右下角 這裡 您可以 看到這種關鍵字 您滑鼠點到這邊之後 就可以 Google一下 看到我的資料 那我自己呢 本身有經營部落格 也有YouTube頻道 所以我自己說真的 現在上課都是 混成式的教學 所以剛剛有 有一個老師說 有確診 想要在 家裡面上課 我說OK啊 我現在都很開放 都可以 因為 同學呢 我都讓他們自由選擇 你想要 在現場 就來現場 想要在線上 就在線上 反正 老師都跟你們 現在看到一樣 我就在前面 就在你前面 你眼睛就盯著 上面看就看到我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我大隻一點 我會變大隻一點 好 那 這個是像這樣 那麼在我的左手邊 我的左手邊 您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地方 我有一些網站 還有我寫的書 整理的 那有一個可能跟老師 比較有 有機會接觸到的是 這個數位科技應用是 高值的 就是教育部 審核過的書籍 但是老師呢 你不用買 因為呢 我目前還沒有遇過就是 教科書也有開放章節的 不好意思我教科書有開放超過一半以上的章節 所以如果您覺得 剛好 你的課程裡面有需要用到這些東西 也歡迎你 就是直接 拿來用 好那 這些呢 什麼 PDF檔案 都在這裡 那您也可以 如果想要比較有 看書的 Fu 就把這樣打開 滑鼠滾輪 給它滾下去 有沒有這樣比較有Fu 呵呵呵呵呵 就跟你看真正的書一樣啦 所以 如果老師您覺得有需要的 歡迎參考 那 這些呢 檔案上面的檔案我們都有整理好 所以 如果有書的就這樣用 沒有書的也可以用 好 這個是跟老師 分享一下 那麼另外呢 我們在左手邊這裡 跟老師比較相關的 就是在這邊 我有特別整理一個叫翻轉教學線型器 那 因為呢 老師常常 需要 教學上會有很多的工具 我這邊就會介紹很多 包括我們做線上教學 還有 你不覺得 我的滑鼠都養比較大隻 還來找你嗎 你沒有感覺我的滑鼠比較大隻嗎 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我養比較肥一點 所以這些小工具到底要怎麼用 我在這邊都有 告訴你 那你看 你不覺得我上課我的網路攝影機 比較靈活嗎 對不對 如果老師你有需要看到自己的 我會幫你轉過去 好嗎 聽說看到自己上課我比較認真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待會兒 Q到誰 我們就從這邊來找那位老師 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 好好好 所以很少看到老師 鏡頭那麼多那麼忙 可是呢 我們就是 透過這樣 不管在現場或在線上 是不是都可以 好 那麼 另外呢 還有 我們 今天介紹到的 OneNote 還有歐寒登教室 我也有 很多 關於使用他的教材 或者是我的 直播的課程 我都把它放在這邊 歡迎老師 可以來參考 OK 反正 我很開放啦 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OK 這個簡單介紹一下 那 今天呢 等一下 我們要請 老師 先當學生 先了解一下現在學生怎麼當 再來當老師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請大家來看一下這裡囉 你剛剛把我們簡報打開之後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做加入 歐哈雲端教室 你可以用手機 你可以用什麼 用平板 那如果你覺得 我實在懶得打 這裡本來就幫你做超連結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OK 沒關係 我把它變成 QR Code 來 老師如果你覺得我想用那個 平板有沒有 或手機 我就喜歡掃描的感覺 哈哈哈 來 我幫你準備好 來 給你用掃的 也可以 好不好 你掃描 之後 會看到一個 類似這樣的畫面 類似這樣的畫面 可以 有沒有看到這個 老師你可以選擇 你是要用 Google帳號登錄 還是你只想用訪客 當客人 都可以 好不好 你用 你的帳號登錄 也可以 你用訪客 也可以 因為現在是當學生 所以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要當老師 我就要求 老師 真的要登錄帳號才行 好那你打上你的名稱 就可以囉 現在大家如果都進來之後 你看我們現場現在有29位同學進來了 就是 老師已經進到裡面 有沒有 這位同學 Alice同學 兩位 哈哈哈 你有兩個 好 所以 如果你是屬於這一種的 應該就是 老師都是用訪客的 好 但是都沒有關係 來 這樣你就進到我們教室裡面 那其實呢 我們這個 如果老師 你用我們歐華雲端教室 因為在學校 校務系統有做 所以你就省掉這個動作 因為我不用邀請同學 你進來教室 他們就在 名單就在裡面了 好 這個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 到底我們 歐華雲端教室 跟我們的 歐華雲端教室 到底是拿來幹嘛用的 我們先跟老師 介紹一下 好 這QR Code 我還是先站直放旁邊 所以如果老師還沒有進來的 你再看一下 我們歐華雲端教室呢 其實他主要就是做什麼 線上點名 互動的 提問 搶答 評分 還有什麼 學生分組 這件我們稱作所謂的 課間工具 也就是 跟平常上課一樣 我只是透過載具 讓他更方便的 可以跟同學做互動 好 那這個是 第一個 那麼 OneNote這裡呢 他 所要的 就 不只這樣子 因為他呢 以我們今天的主軸來講 主要就是老師的教材 你可以整理在OneNote這個平台 包括老師你可能是 YouTube影片資料 可能你的教材來自雲端硬碟 甚至你來自於什麼 網路上的文章啊 或者是簡報 這些檔案呢 我們都可以把它整理在我們OneNote裡面 那到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在歐華雲端教室來使用它 其實像現在老師上課有沒有都有機會用到 給同學看影片 有對不對 因為同學很喜歡看嘛 但是我們要 怎麼給他看 很重要啊 因為像老師這個YouTube影片 假設有 半個小時 你全部半個小時都給他看嗎 不會 對不對 有可能你半個小時 這一段時間 我只是要看他看中間的10分鐘 那你怎麼記得這10分鐘在哪裡 OneNote就可以幫你很輕鬆的做設定 甚至我在這裡面要出題目 來問同學 你都可以把題目 出好 時間到了 會自動停止 題目就跳出來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好這個是 我們今天的主軸 這樣 老師有沒有稍微比較了解我們今天任務是什麼 OK OK 好 那這個我就先關掉囉 還有沒有老師還沒掃瞄的 有沒有 沒有的 好 好 好